好 魏秀文因為唱了這一首遊覽車因此爆紅 現在他還出席了以他命名的歌唱比賽 秀文元夢碑 那其中一位參賽者說有特殊的一個哭槍唱法 再加上破音走音 網友就開玩笑說好像來到了車禍現場 說他完全是超越了本尊的演唱歌聲 影片中這名穿著酒紅色禮服的女參賽者 演唱指定曲《玉蘭花》 在唱副歌時用嘶吼的哭腔搭配走音與破音的唱法 雖然自己唱得很陶醉 但聽到的人簡直快崩潰 影片泡在網路上網友熱烈討論 紛紛表示這是在殺豬嗎 嚇一跳我還以為我的耳機壞掉了 能把歌唱成這樣也不簡單 由八點檔歌手魏秀文 舉辦的秀文元夢碑全國歌唱大賽 給熱愛唱歌的素人參加 吸引不少有歌手夢的參賽者來圓夢 擁擠權力加上特殊的哭腔唱法 因為歌曲被批評被網友酸言酸語 也讓林淑敏意外飽紅 我是手機白癡我沒有看到 不過我覺得不管是讚許或者是褒贬 我是覺得都是對我的關注 這是比賽給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會繼續想要參加 雖然網友對他有不少負評 但還是有人鼓勵他持續演出 讓他倍感溫暖 也不會因為批評而失去對唱歌的熱情 記者綜合報導